少年马上就要被火化 但他的灵魂竟然还留在人间 而为了复活自己 此时他占据了一个小混混桑云的身体 他要在一小时内利用这个身体 将情况告知他的好朋友 否则他真的可能就烟消云散了 于是乎他立即向着 好朋友家的方向冲了过去 但朋友英子刚好不在家中 当他以混混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出现在朋友父母面前时 还说自己就是幽柱 突然一把刀出现在他脖子前 正是英子老爸 咳咳的你小子开什么玩笑 幽柱那家伙比你帅多了 他才刚刚死没几天 你竟然来跟我开这种玩笑 说着大叔刀子直接插向桌面 并从刀口上方爬了过去 还好没有擀刀弹 随后一把拎起面前这无理的家伙 一把将他扔出了店外 这可是一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啊 一看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但是桑云因为平时又猜又爱玩 惹下的麻烦是不少 这不立马在街头就遇到了 要找他事的一群家伙 可是他现在缺的就是时间 没工夫和他们废话 三拳两脚的将几个小杂毛干倒 可是更多的出现了 片刻后桑云鼻青脸肿的出现在 两名女同学身后 他们看到如此模样的桑云 直接背下的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 为什么他们见到我就会跑掉呢 一定是因为我太帅了 嗯 一定是这样 但是这时幽柱一看时间 竟然只剩下短短的十分钟了 怎么办就算找到影子 也快来不及解释了呀 这时影子突然出现 却早已没看到两位女同学的身影 她可不认识桑云这种小混混 直接无视她的帅气 从她身边静止走了过去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怎么才能让她知道我就是幽柱啊 有了 她想到一个绝妙的方法 这熟悉的手法 除了幽柱还有谁 但可怜的桑云却承受我 影子那重重的一巴掌 这是幽柱也是和以前被打一样 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脸庞 影子看到这 立马就明白 这不是幽柱那个变态还有谁 这哪还有假呀 除了幽柱那种笨蛋 会对我做那么刺激的事 就没有其他人了 但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既然对方已经相信她是幽柱 那么接下来就很好办了 幽柱让她先别急着伤感 因为此时她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告诉影子 我一定会回来的 但你要记住 一定要让我骂 别把我给烧了呀 说到这里影子仿佛看到了 那帅气而又熟悉的身影 也不在意桑云这个丑男的身体了 直接就扑到了她的怀里 夕阳照射到她两身上 这幅画面看上去很是美好 只是这时已经是桑云本人了 这家伙反应倒是很快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既然美人在怀 那就顺其自然地享受一把吧 然后再次吃了影子一巴掌 片刻后影子来到了幽柱家里 而开门后 温子对影子说道 发现幽柱的面部竟然红润了起来 而且竟然还有了心跳 至此幽柱这家伙 总算保住了自己的身体 好 字幕志愿和 袁 Af 文字幕志愿和